那房市的买气被压得喘不过气 新岸的渔屋也越来越多 根据统计光是一年就暴增了1.25万渔户 而去年第四季累积也有8.23万户 创下了12年来新高 房市买气窒息 代售新城屋激增 其中又以新北市最多1.66万渔户 已经连武器增加 主要集中板桥淡水新庄区 还有桃园市近1.4万户 以及台中1.3万户 占据全台一半以上 成为三大重宅区 屋邻二到五年大概就是未来这种 建商囤房税2.0 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房屋税的一些增加 大概一户算起来 或许一两万块 其实不会让开发商 短期之内的压力增加很多 囤房税2.0毕竟是两年后的事 对建商来说 现阶段压力更大的 是房子卖不掉 专家就说主要原因 除了和预售大量推案完工有关 还有市场投资买器放款 央行连续升息 都是代售新城屋数量增加原因 现阶段已经有建商开始 慢慢调整策略 要吸引买器 可能要到农历年后的话 就是选举完 就是市场上的状况 比较明朗之后 他才会去比较明显去调整 他价格的策略 而财政部公告 今年第一季个人房地合一税 课征情况 尤其课征45%交易案件 几乎比去年同期腰斩 整体房地合一税 件数大减 短期交易案件都呈现 急动状态 现在还不是房地合一税 课征金额的谷底 因为7月1号开始 预售禁止转售 新制上路之后 这个房地合一税的 课征金额年减幅 恐怕会再进一步的扩大 房市短期交易明显降温 不容易赚钱 对投资客来说 也是冬眠期 只能以租代售 撑过房市寒冬 TV新闻 红华张慧仙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